騰麗明早前回應訪問時就指 已經沒有留意魏俊傑近年分辨的新聞 看得出已經成為了幸福人妻的他 早就已經放下了當年事 不過其實魏俊傑在騰麗明之前 數臭前女友已經不是新鮮事 以下就立即為大家重溫 當年他的所作所為 首先騰麗明和魏俊傑在1998年 在無線劇集《陀昌屍仔》合作而撻著 兩個人還展開了同居生活 而且兩個人更加拍拖了9年 但就在2007年分手 就算是騰麗明當時的左手手臂 和頸部等等出現傷痕 但他依然維護南方 當時就有傳魏俊傑而情別戀 花20年的張利華爾告中 但騰麗明堅稱分手不涉及第三者 而魏俊傑和騰麗明之前的兩段戀情 亦因為與性愛有關而見譜 他與前港姐何苑瑩拍拖三年 分手的時候 他竟然自爆與對方三年無性生活 而他與三級片女性王祖兒拍拖的時候 就被指偷偷搭上了騰麗明 當時王祖兒就向傳媒爆料指他性慾強 有次更加因為 他拒絕魏俊傑的性要求而吵架 當時魏俊傑就公開直認說 我的性能力好碟 而在2013年 騰麗明和拍拖一年的圈外男朋友 朱健坤終於收成正果 變成功 t終於收成了